我自己跟佑盛就是曾經有合作過機場活動 我記得在後台的時候 他就一直講說他指甲很長 然後剪指甲 我有個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如果突然約成功了 發現你指甲沒劍 你就會把展現 這是一個 me too 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我記得要前一個 也就是昨天是佑盛 假借那個助理有喝酒 就是以借廁所的名義 然後進入他家 然後接下來對那個女生呢 就是上下其手 而且已經不是到性騷擾的程度 我覺得已經有一點 接近強制威脅 佑盛他有出來認了這件事 我覺得受不了的一個點就是 這些人都是裝一個形象 然後藉此來賺錢 可是他們背後都在幹一個爛事 比如說他老婆可能出了國什麼之類 他就要一直發文說 我老婆現在在哪裡在哪裡之類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他很關心他老婆 然後就是你要一直主打一個那種 就是新好男人形象 然後藉此賺一些 就是愛家愛小孩愛老婆的錢 然後你在外面又這樣倒出了 那已經不是亂幹了你知道嗎 有些人可能已婚 然後他在外面是花錢買春那種 不過他比較看得起花錢買春的你知道 一個願打一個願哀啊 而且就是有消費嘛 就是促進經濟活絡 可是問題是佑聖這個東西是硬來的耶 但有些人講說佑聖可以證明說 不是人醜才會性騷擾 人帥也會性騷擾 說真的啦 我覺得佑聖也沒有長得很帥啊 我自己跟佑聖就是曾經有合作過 幾場活動嘛 很多年前啊 他很奇妙就是 我記得在後台的時候 他就一直講說他指甲很長 他要剪指甲 然後我想說有什麼事情有急到 你現在right now你要剪指甲 你不能等活動結束你在自己指甲 然後他就是無論如何 他就是瘋狂的在跟公安公司說 請給我一支指甲刀 他跟凱思一樣 就是凱思需要一罐啤酒 佑聖需要一把指甲刀 但是因為佑聖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想到一件事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有個朋友 跟我講說 他呢每次去 跟網友見面的時候 他都會先指甲 他說因為 看你被剪指甲 因為如果突然約成功了 他見你指甲沒剪 你就會把他展現你的手氣 你知道嗎 我突然就有點明白起來 想說這是簡單 我非常的重要 最近有一天開始燒一個妮兔 是不是為了要壓新聞 是不是這個幼稚園疑似未讀案 要壓他 什麼五億高中生要壓他 我個人覺得呢 沒那麼容易壓新聞 因為這些被爆出來的人 他們真的都是路人 然後 因為MeToo的這個熱潮 這個運動 所以他們勇敢的 把自己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給講出來 如果這些路人 也不是你有辦法操控他的 所以我只能講說 這個就只是一個 一個 和MeToo元年 然後 因為有人願意講出來 所以這個就 大家開始勇敢的 把自己的故事給說出來 剛剛我直播前 有人就一直在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聊聊關於什麼餵毒案啊 幼兒園的餵毒 疑似餵毒案 那時候沒有什麼媒體報導的時候 我是很早就出來講這件事情 那後來為什麼沒有再繼續講 因為這件事情也是 有國家的機關介入調查